花蓮县政府连年举办了玩意猎猪活动 并且前往新城乡原住民多功能活动中心 带来精彩的表演 除了让长者可以回忆早年庙口戏般演出的美好记忆 也让新一代孩子更能够在课本以外的实体演出上 深度了解到本土戏曲的艺术价值 花蓮县政府连年举办玩意猎猪活动 十七号下午三点并且在新城乡原住民多功能活动中心 带来精彩的艺术表演 后三剧房全身为花蓮县圣安宫歌仔西班 歌仔西班有感与希望能够将传统戏剧加强推广 整合各界的资源 并且落实艺术深耕在地化的目标 因此在107年5月在花蓮县文化局正式登基立案 前例第一个完全由花蓮在地人所组成的歌仔戏演艺团体 后三剧房 剧房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花蓮推广歌仔戏 以及连续5年获得花蓮县文化局邀请演艺术下乡活动 并且多次获得鼓励台东美学馆邀请到台东 与花蓮文创园区演出 后三剧房团长曾经龙表示 透过歌仔戏曲的现场演出以及生端示范 曲调教程等活动 让花蓮相亲轻松愉悦地接触歌仔戏表演艺术 将优美的歌仔戏表演艺术前往社区推广 我请代表校长来表达 对这是我们陈金龙校长所率领的后三剧场 所表演的 所带来的非常精彩的节目 这个寡演 真正的 有内容 有内涵的 是我们的歌仔戏 刚才新庄的时候表演的 非常的丰富 所以说没有今天一不如此的 我排除完 亲自到这边来 跟大家见面 我们来欣赏 我们是后三剧场 陈金龙校长所率领的 我们后面还有乔老师的表演 我们敬请期待 我们以非常轻松的心情 来欣赏这次的演出 现在向上的会员表示 非常感谢花蓮政府 现场徐真伟 将优质的艺术团体带到新城乡 台湾本土戏曲承载着 台湾从古至今 艺术发展的优美文化以及历史记忆 并富含现了在过去时空背景的智慧以及精髓 感觉后三剧房持续传承优优良的本土戏曲文化 同时暑假也是花蓮表演艺术的盛乐 期盼能够将艺术融入相亲的生活当中 在我们的生命成长茁壮 并且更加的丰富色彩 文艺变身 信徒花蓮 爱在新城 赞 好比较大心 记者旧红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